好 那这是施罗波罗蜜 好 再来第三个呢 叫做产提波罗蜜 产提波罗蜜就讲那个 忍入先人的故事 有没有 忍入先人 他为什么要修 为什么要修那个忍入啊 为什么要修 他坐在那边 在树下修行 其实 对释迦牟尼佛来讲 他没有说 第一就是我要先修布施 第二我要修慈戒 第三就要修忍入 这个境界是这样 境界来了 我们就在那个境界里面 其实我们是原修六度万恒 但是有一些境界 会特别让我们修慈戒 有一些境界会特别让我们修忍入 所以不是说 我现在呢 从这一个阿僧集结开始 我要开始修忍入 波罗蜜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师父呢 他就教我们一个方法 礼拜一修布施 礼拜二修慈戒 礼拜修三修什么 忍入 布施慈戒 忍入精进 般若 禅定般若 对不对 礼拜六对不对 那礼拜天修什么 礼拜天修习 有没有 礼拜天其实要修最多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 其实这些法门都随时都可以修 从早到晚都可以修 那我们就挑出什么 挑出这个最严重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这个 你看我们今天在讲 释迦摩尼佛的忍入 他连当惨题 这个在当那个忍入先忍的时候 他都可以忍成这个样子了 为什么他会忍不了他的提波达多呢 所以呢这是不合理的嘛 想一想也是 是不是 人家这样子恶口去骂他 毁谤他 攻击他 他前面已经经历过这么严重的 这么严重的考验 他都能够过关了 他也因为这些最严重的考验 而圆满了他忍入的功德 那后面成佛之后 这些根本对他来讲 就是鸡毛蒜皮 所以你看 我们常常讲 要怎样 要见过世面 大风大浪都看过 为什么会对一个小小的境界过不去 表示你前面那个大风大浪是假的 你没有真的去历练的你的心量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举这种最高层级的忍入波罗蜜 不是说 要修到这么可怕 其实不是 就是当我们想到忍入仙人 他的这种精神的时候 他的这种发心的时候呢 你看金刚经讲 为什么他可以不怀称恨心 他没有称恨心 是因为当时怎样 我于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受者相 是不是 我于耳时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我没有这些执着相 所以我不会有众生的这种烦恼 他其实最根本的真正的修到忍入是无声乏忍 他那时候已经是无声乏忍了 所以他心里面对于这一些所有的恶口 甚至于对他所有的斩手斩脚 把他的割耳朵割鼻子 是对他来讲他已经没有那个我直了 没有那个我相了 所以根本就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心里面的烦恼 他没有起任何的烦恼去对应那个静 因为没有那个能忍之心 也没有所忍的静了 能所不相应 忍入就成就了 所以最高境界呢 我们以前常常就有一个笑话就讲 忍无可忍就是最高境界 没有需要忍的对象 就是最高境界 这忍无可忍 我们一般的忍无可忍 我再也忍耐不了你的 其实那个不是忍 那是受不了 而不是要做忍无可忍 真正忍无可忍就是 没有能忍之相 没有能忍之心 所以没有可忍之相 没有需要忍 这叫忍无可忍 产提的波罗蜜呢 就是在这个无声法忍当中 就会圆满